只要书界整星大师真人有多强 无为转变捏泥人随手就来 灵感到哪儿全看缘分 更别说骑马女士坐在 开胆似的出刺 说来就来 防不散防 可看是这么优质的反派 怎么会是个万人闲呢 那个样子我就废话不多说 继续书界上回 反派骤灵火山头 这个偷袭五条物不成反被捕 沦为俘虏的他硬实宁实不屈 没让五条物从他嘴里 撬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失去价值的他 在即将被处理的关键时刻 不远处的同伴花语终于出手了 只见一根粗壮的菊花棒 猛的横插在了五条物的面前 刹那间各式各样的鲜花 快速溢出 将五条物和幽人 笼罩在了异样浓郁的花香之中 而二人瞬间一正恍惚啊 尽管经验丰富的五条物 敏月的察觉到了不太对劲 可短暂拖延的那么点时间 足够花语将同伴的狗头带走 哎呀对于这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 能隐匿气息的咒离 也成功的让五条物 对这个神秘组织越发好奇了 另一边提早离场的下游节 来到一间普通的楼房 大开房门一看 好家伙 门后面竟然是夏威夷海滩 哇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神秘门 一见下游节悠哉的像躺在沙滩椅上的神秘人复命 而这个外表酷似人类却周身不满疤痕的特级骤灵 正是神秘组织的boss真人 他对火山头的遭遇啊是一点都不意外 甚至呢他清楚这里头少不了下游节的怂悠 但这个呢又恰好是正如他意 借这个机会让队里那些猪队友长长记性 哎呀 那经过这么一个插曲 他们现在也清楚 封印五条物呢是势在必行的事 话说两头 伏黑和强哥此时呢也遇上了麻烦 那念旧学长姬友某男东唐葵上门找茬 已不满伏黑没有实力 却要代替一股出战东京交流会为幌子 想要借机呢 替背后的高层除掉伏黑和强哥 那这么做的理由也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伏黑和强哥知道的太多了 这对于高层来说呢 是个顶顶的威胁啊 而他旁边的真一 虽然与这个伏黑是同属同一家族的 但两人的关系呢 之间也并不和谐 见面就向伏黑口吐芬芳 还没料到 伏黑完全不接招 抱性子的东唐葵可就不耐烦了 只见他直接站在伏黑面前 外套一甩 这压迫感直接就上来了 只见他大吼一声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 这一问给伏黑和强哥整不明白了 啥呀 单子还没完 在个老哥森猛暴依之后 更是自爆起了自己的理想性 嗯 打狗 其实真的大口不闭 咱跳过这些奇怪的步骤 也可以直接开打的吧 那要数平时呢 伏黑可能也不会惯着这么嚣张的人 但是考虑到旁边的强哥 此时是没有武器的 若是开打的话 十有八九要挨揍啊 于是随便敷衍了两句就想开溜 可东唐葵又怎么会放过他呢 瞬间化身炎柱 一个劫不上前 一击中拳 把伏黑正飞出去 极迷远 那里面强哥被真一一记 锁猴扣 封住了行动 两个女人开始属于他们的战斗方式 互相嘴炮输出 可怎知真一不讲武德呀 他掏出小手枪就要威胁强哥 说出这个世界上谁最美 真是大开眼界 伏黑应接东唐葵一拳之后 也终于想起了这个鸡肉老哥 单枪匹马以肉体 硬钢骤灵的传说 当下他就决定绝对不可能给这个家伙近身的 白喜术士就打算让士神风筝打伤害 可他还是低估了东唐葵的速度啊 一个瞬移外加后背爆头摔 伏黑再次达成 爱揍大人成就 越打越伤头的东唐葵下手是越发狠辣 更是掐着伏黑重重的摁在了墙上 同步的力气让建筑瞬间踏踏 这也真的亏伏黑有这个锁血神迹啊 不然还真早不足 建筑人快被打得快死了 几只弑神蝉处才开始行动起来 用舌头极限牵制住东唐葵 给伏黑换来了喘息的机会 可这呢也仅仅只有一瞬而言 那面对东唐葵胖凑的嘴盾 伏黑决定不装了 雷雨之间隐隐透露出了认真的神色 战斗的紧张感瞬间拉满 那一般到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也是要出意外的了 学长熊猫胖达和这个狗卷赶到 一场大战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虽然多唐葵被两人逼退 但刚刚浮黑的那一刻爆发 竟让她的内心也产生了些许波动 事情似乎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另一边被珍惜救下的强哥 也在谈话中得知呢 珍惜学姐虽然与真一是双胞胎姐妹 但与真一不同 天生反骨的她并无咒力 平日里能出轨 全靠附魔的咒觉 那这在咒术高章来说 绝对是算是一个异类 不知不觉之中 让强哥对面前这位学姐 多了几分钦佩 而在一间会议室里 正坐着一个面目枯朽的老头 那此人呢 正是咒术界的大佬之一 京都校校长乐岩寺 而坐在她对面 则是浪里浪荡的五条舞 那经过幽人仪式 两人之间的关系呢 多少是变得有点尴尬 五条舞此番前来 主要还是想提醒岩老头 别在笼里抓鸡 与其搞内斗 还不如多争准一下 现在的局势 那突然冒出了 神秘特级骤灵 只是开始 铅仓在黑暗中的危机 更是值得让人深思 而时间秀的 来到了一个月之后 在神奈川川骑士 发生了一起高中生 离奇死亡 调查并处理好 这次的灵异事件 是五条舞给幽人 安排的实战任务 为保这次行动的安全 五条舞还贴心的搅来了 ZO世界大佬 一击打过人 七海跟幽人同行 按照案发现场 凶手故意遗留的线索 两人来到了电影院的天台 而迎接他们的 则是两只第一级怪 狗爬和爆牙 几乎也没被多大劲 三下五春二的 这两只怪就被嘎了 那这当两人奇怪 这送经验的俩货 是到底来干嘛的时候 狗爬尸体露出手表 让他们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面前的第一级怪 与之前因赴能产生的 这个咒灵不同 准确的来说呢 他们是被咒术 强行逆转变成的无脑骤灵 气氛逐渐变得凝重 通过翻查监控 他们得知 案发时 有一名叫做顺平的高中生 形色诡异 曾慌忙跑离电影院 似乎是在追寻着什么 于是七海呢 便是借机提议 让优人去调查顺平 而他呢 则是选择单刀附会 顺着背后大boss的意 去瞧瞧 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顺者特意遗留的线索 七海一路杀到地下的臭水沟 真人早已等候多时 一级咒术师与特级咒零大战 即将爆发 七海率先出击 提起短刀 近身发起猛攻 可在一轮攻击之后 他见真人依旧毫发无伤 甚至连气都不带喘的 限此场景 他可断期换 唐家十二路弹腿 拉开这里 发动三期分斩机 直见金飘飘的一刀下去 真人瞬间摇起了花手 七海都被这波反操作给告晕了 这啥呀 那不等他反应过来 真人先是一步抛出了 世界哲学难题 究竟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呢 嗯 该不会跑错片场了吧大哥 而真人绕的这一大圈 其实就是想 歼灭他的术士 无为转变 在他看来 灵魂是根本 肉体只不过是容器 他的术士能做到 触碰灵魂 改变肉体形状 手中的改造人 也是同样的原理 而普通的人体实验 他玩的多了 倒是很想知道 咒熟师的身体能给他带来什么惊喜 疯狂的攻击一面袭来 七海只能被动躲闪 他擅长的三齐分斩机 在真人这儿可以说是废了 不能对真人灵魂发动攻击 做再多都只会是徒劳 那趁他分神之际 这个瞄准腹肌位置 上去就是 啪 一个吐鞋 得亏七海在电光火石之间 下意识地用咒力覆盖灵魂 不然呢 这一击下去 七海就得沦为 撑人的玩具了 来过中立 逼得七海变得更加谨慎 有本想要六年准时下班的七海明白 哎 今儿个是终究要加班了呀 不甘地打工魂爆发 但金色的咒力覆满全身 七海也不再压抑自己的真实咒力 这一刻 buff全开 身为打工人最后的倔强 他按下决心 要速战速决 不帮老板 多赚一分钱 电光的墙体 在七海恐怖的一拳之下 瞬间瓦解 倾注咒力的巨大石块 向真人袭来 那不得人躲避闪开 七海又是一击 三骑分斩机 将真人的小腿 齐根切落 虽然无法造成真实的伤害 但也是成功地拖出了 真人的步伐 遇大的石块 瞬间将真人掩埋 七海一把只底下的人 到底还喘不喘气 反正他先潇洒下班 溜了再说 那里边经过一番交谈 清合力极强的幽人 也顺利获得了顺品的好感 甚至呢 还被邀请到顺品家里做客 寒冷的夜里 三人在温暖的小屋里 有说有不笑 新的气氛 让幽人和顺品关系 更进一步 可顺品心里清楚 自己与阳光温暖的咒术师 幽人不同 他只是意外目睹 咒灵杀人 被卷入其中 当期遭受 校园霸凌了他 内心逐渐变得阴暗扭曲 虽然想法被幽人动摇 但早已被真人洗脑的他 早被模糊了内心的救说 那顺品自己也曾想过 或许自己啊 早晚都会坠入无尽的深渊 但没想到 那一天来的事 那么突然 顺品妈妈死了 被宋诺手指引来的咒灵 残忍杀害 矛头在真人的挑拨之下 指向咒术师 以及平时积怨的人 咱就说 真人这首贼喊作截 玩的叫那个溜啊 那傻乎乎的顺品 果真在暗示下 把黑手伸向了学校 盲头苍蝇似的 他还想为母报仇 那等幽人收到消息 火速赶往学校之时 全校师生都已被顺品放倒 日理气啊顺品的校拔 正被顺品用术屎牢牢钳置 在事情先如法挽回的地步之前 有人帅先上去 给了顺品一肘子 想要他一大心 而失去至亲的顺品 明显只想宣泄 自己内心的悲愤 果断召唤世神水母护体 二人快速交战 战场呢 也从体育馆切换到了教室过道 顺品被幽人的体术 打得内脚一个节节败退 配无可退的他 打算利用水母的毒性 来封制住幽人的行动 就当他想自信离场之时 水母体内突然冒出一只手 抓住了他的衣领 到底还是低估了幽人的实力了呀 反应过来的顺品 快速转身拉开距离 但终究还是晚了 只见幽人蕴含重力的一旋 挥向水母 强大的冲击力 让水母连带生活的顺品一起砸出了窗外 可尽管如此 内心被悲伤 愤恨 憎恶 所充斥的顺品 只想把阻碍他的人彻底扫除 他逐渐把目光锁定在下落状态的幽人 黑寒毒素的水母尖刺 再一次的朝前刺去 可尽管行动受重力影响 幽人仍旧灵活的像一只猫 落地的瞬间更是借助重力之势给水母了一技重拳 当战场再次从楼下 升降到楼上 二人之间的战斗呢 也终于要到达尾声 让当幽人想要说动顺品加入咒术高砖 一起寻找杀害顺品母亲仇人的时候 一尽三挡大棒锤 迎面的向幽人砸了过去 死死的把人摁在了墙上 来人正是真人 顺品看到这一幕 似乎是突然开窍了 明白了自己的愚蠢 可他醒悟的已经太晚了 对这无为转变的发动 顺品当即一变成一只鸭嘴兽 残忍的真人 竟还要看兄弟残杀戏码 可此时的幽人 是根本没办法 对曾经的朋友下手的 只见他无助地抱住顺品 放声呼喊肃挪之名 他愿意花一切的代价 就回他那可怜的朋友 但这仅仅是换来肃挪 无情的嘲笑 在这个绝望的瞬间 幽人彻底领悟到了世间的险恶 顺品死了 死在他以为 即将可以触碰到光明的那一刻 至羁绊如命的幽人 再也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怒 只见他以闪电般的速度 挥下悲愤至极的一拳 不等真人继续嚣张 他的鼻血就开始哗哗的流 幽人的攻击竟能触及灵魂 打出真实伤害 真人知道 这下可当真遇到对手了 在思量一番之后 真人对准面前的人 就是一个闪电五连鞭 他打定主意 要加大攻击威力 是要一招定输赢 一件幽人上下翻飞 竭力地躲避攻击 但这个攻击波及太大 无奈只能拉开另米须机 那随着距离拉远 真人的攻击开始出现破绽 幽人刚想反击 却不料真人的手臂居然 二次变形 多次瞬间刺穿了幽人的双手 可这对早已经历过 断手掏心的幽人来说 这些小场面根本不足为惧 他忍着剧痛 真人一个猛拽 直接把人狠砸在了墙上 但这还不够 幽人再接了一记 樱花冲 借机起的烟尘 遮挡视野 朝真人的肚子 奋力地打出了一拳 但是奇怪的是 真人应接着一击之后 反而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目次猛地射出 贯穿了幽人的身体 是根本不给幽人反应的时间 他的手已经放在幽人的腹部 挖动 无微转变 可仅仅在触及 速挪灵活的一瞬 真人就被速挪的一个眼神 震得动感不得 幽人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直接双手握住了真人的头 上身微微厚鞋 蓄力待发 跨身投注 不要命的框框对准 真人的脑袋往死里撞 杀敌一千次损八百的杀招 真的是真的怕了 一个金蝉脱鞘 摆脱牵制之后 闪现来到幽人身后 收取榴莲 对准面前的人的老客 就准备来上一下 关键时刻 靠谱的终极打光人 七海前来就场 一记三七分斩机 暂时化解了危机 快速进行战力评估之后 七海果断的决定 踏踏掩护 幽人趁机打输出 哎呀 但是在刚则我这看来 明显七海还是格局小了呀 你这份工合作的效率 还不如把幽人绑在刀上 直接上去轮人 来得痛快 那七海和幽人的默契配合 确实也给真人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但是很快 他就想到了破解的方法 随口突出三人改造人 纠缠幽人之后 他立马掉头追击七海 只要拖住幽人这个硬插 他俩这个组合啊 也算是废了 竹葛击破对他来说 是一如反掌 果不其然 七海很快就败下了阵来 丧心病狂的真人 他手掐术士 竟然还打算让七海 变为改造人 那就在千针一发之际 成真克服心魔的幽人 从天而降 救下了七海 战况瞬间逆转 那是你一拳我一脚 直接把真人殴打至冰死啊 但是万万没想到 都快冰死了 这只心还能再来个反转 嘿 没想到吧 这居然是个成长型的反派 秘诗学员一现的时候 居然悟出了领域 领域自立原动国展开 化身牵手观音的他 瞬间把七海 单独扯入领域之内 好家伙 你转挑软柿子捏是吧 深知领域恐怖的七海 摘下了眼镜 他明白 自己这次可能真的要 折在这里了 面前这个昼灵 只需要动一个念头 他将南逃沦为 改造人的命运 但谁也没想到 幽人竟然打破了领域 闯了进来 这一下不仅七个精了 真人也精了 一机 刚走我也精了 这没想到 现在会有人主动的进 领域送死 这不白给吗 那真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自己就被幽人体内的 素挪给砍了 大哥 你不是送好中立的吗 现在是搞啥子哦 素挪却是傲娇地表示 你以为你是浮黑吗 要不是你的领域又来冒犯我 老子看都不想看你 哎呀 跪在地上凹直吐血的 这个真人心里 是有苦真说不出啊 老哥 你搞搞千词好吗 你自己小弟早死 也算我头上 我真是比豆鹅还冤啊 唉 那刚走我呢 手句公道话 真人活该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记得关注刚走我 我们下期再见